中美的博弈呢 美國很想要在中國大陸 周遭逐包圍網 包括軍事包圍網 還有外交的包圍網 我們先來看到軍事的部分 尤其來看到是美國 說要參加跟韓國在仁川舉行 73週年 這個登陸73週年 跟美韓同盟建立 70週年的紀念活動 然後要在黃海舉行 大規模的演習 那美國派什麼呢 美利堅號 這個是閃電航母 還有加拿大的海軍 溫哥華號 但是呢 來看到說 這個號稱 美利堅號有可以搭載 F-35B 垂直起降的戰鬥機 所以才會不會說是 閃電航母 然後韓國專家就說 美國就要展示 它能夠遏制 中國大陸跟北韓的意願 新加坡的這位老師 許建立老師說 美國海軍在黃海 進行大規模的演習 就是對中國大陸 威懾的訊號 要提醒 美國有能力 在中國大陸海域 有投射的能力 但是呢 書密院10號 這個是環石這邊 這邊有一些文章說 你美國航母 靠近了黃海 解放軍對付 他的武器可太多了吧 包括東風 導彈動物 都是航母殺手 我們看到 反介入跟區域制止的線 畫在這個地方 黃海就在這邊 其實都是打得到的 老師 我覺得美國這個就是 耀武揚威 基本上 它所謂威這威這 最希望就是耀武揚威 真正也不能打 打的話 事實上 它這個在海上的話 真的幾枚飛彈 就通通掛掉 通通掛掉了 那它這個就是說 它這種就是說 我覺得現在 美國的戰略 就是要把韓國跟日本 拉起來 拉起來 然後精神上也武裝起來 所以是帶著的 因為美國帶著韓國 跟日本一起 增加它的 往前衝 往前衝 所以 最大的目的就是說 它已經不是 一個 一個防禦性的一條線 它是攻擊前沿 攻擊前沿就是說 中國是目標 韓國是 美國這個盟軍部隊的 一個攻擊的前沿 它要往前面攻擊 已經不是防守 所以它就不斷地 採取這種非常非常 什麼挑釁式的作為 而且規模一次比一次大 那我想這個是 美國的戰略的一種 佈局的一個目標 這個將來只會更多 你不只是在這個黃海 那你說 南海更多 南海更多 現在跟這個 菲律賓聯合演巡 聯合巡邏 都出來了 我覺得就變成說 他們做法會越來越多 對 那不過就是說 並不表示 美軍要跟中國大陸 直接衝突 不會 因為他也很知道 這些 現在演習有什麼 演習又不會打起來 盡量演習 可是它 帶出來的政治壓力 它認為是有政治壓力 那這也就變成就是說 這也會讓中國大陸 必須要採取更積極 更這種有壓迫性的軍事行為 那 可能就是說 對中國大陸來 也看起來就是說 要走出第二島鏈是有必要的 對 你才能夠對美國產生壓力 你如果不能夠走到 接近美國本土的話 美國軍隊會一直往你的家門口 往你的家門口 在幹嘛 在 在施壓 那 我們記得我們講這個 白令海的時候 第一次美國只有敢去 一艘 一艘 第二次它就去了 四艘 但是四艘也是東湊西湊 東湊西湊 那你就說你不威脅的話 它就不回房 它就一直往你家門口靠 對 這是一個戰略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會 逼著我覺得中國大陸 做戰略性改變 對 那現在的演練你可以看出來 就是說不管是遼寧號 山東號 已經在第一島鏈跟第二島鏈中間 它這個演練的頻率越來越高了 對 那 第一島鏈第二島鏈的地方對台灣來講 是台灣的東海 東部水域 那 第二島鏈的突破 我覺得也是指日可待 那很可能就是下一個階段 對 那現在就知道第二島鏈以外 就第二島鏈跟第三島鏈 那就是把美軍 把美軍要拉回到 它後面的防線區 是 你都投在這個黃海 第一個 就跟我認為就跟這個 這個蘇敏師要講的一樣 其實他們是很冒險的 真正開戰一下 很容易被殲滅 那時候政府到了家門口 對 你在人家家門口 這個 藥武揚威 你有十艘 中國附近光飛彈基地就一百個 都不用出到動物 我陸基的這些 東風系的就好了 都全部陸基就好了 對 都陸基就好了 全部陸基就通通解決了 對不對 都不用出到海軍 你也沒有辦法 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 政治上產生一點效益 軍事上其實是沒有太大的意義 沒錯 對 所以可是問題就變 如果中國大陸不往前走的話 那美國就去往中國大陸這邊推 對 那這樣抵近偵查 說實話也不是這幾年 過去冷戰結束一向都可以 一向都沒有辦法反制 因為你沒有辦法 你沒有力量嘛 你力量不夠 你現在力量夠了 你就可以用有力量的方式來做 對 所以美國是不斷的加強 你看這三年 不過最近有一點我覺得蠻有趣的 我們都沒有看 就過去是一個月一艘經過台灣海峽 現在沒有了 最近好幾個月沒有了 好幾個月沒有走台灣海峽 那這個代表什麼 這個是值得非常值得去探索的 這就是為什麼呢 當初美國來中國大陸這邊的時候 包括蘇州艦 對於那個鍾雲號 非常直接嘛 直接 然後呢 你來南海的時候 中國大陸也用了這個 這個飛機 尾流 掃你 代表說 你要來對不對 我這邊有家夥的 你不要特別小心 你要特別小心 你要電量 電量 大陸 所以就是大使說的 一定要有些反制嘛 不然美國就不斷的 給你抵禁偵查 自由航行啊 所以我也去你家自由航行 你來我有一些法寶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 中國大陸軍事崛起之後 不會讓你美國這樣子 不斷的這樣靠進來 然後呢 我們說到中國大陸最近 054B的這個護衛艦 它已經出現下海了 然後呢 中斷這個垂發設施系統 也讓大家看到了 說現在他說有32單位 但是呢 這個垂發系統要放什麼東西呢 最新的照片說 它大概有升達9米 9米的話代表說 它是可以搭載英級21的 但還不知道是不是會放英級21 不過呢 如果放英級21 可是呢 高超音速反艦導彈 它可以呢 5到10馬赫的速度飛行 極高速度的突防能力 和殺傷的效果 可以給它致命的打擊 這又是呢 航母殺手 因為之前這張照片是 055發射英級21 現在連迷你版055 054B都可以放的話 那不得了耶 對 這就是艦對艦 對 那這個就變成就是說 如果它拉到第二島鏈以外的話 那事實上的話 它的攻擊力就非常強 那就可以產生區域巨子的力量 就往外推 往外推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就是說 這個軍事就是實力講話 你的火力跟你的攻擊力道講話 然後數量講話 所以我覺得中國大陸發展海軍 我覺得過去很長一段時間 應該有很強的戰略思想 指導思想在哪裡 因為中國一定要走出第一島鏈 第二島鏈 最後到突破第三島鏈 然後對於在太平洋的這個掌控 自敵機先 能夠有這個實力 這樣就有發言權 就可以產生威責 那你也可以到這個第三島鏈 跟美國加州水域之間去 自由航行 去沒有 去演習 去演習 更不得了 對啊 你只要出了12海里以外 都是公海 按照美國人的說法的話 12海里以內 軍事艦艇也可以進去 進行自由航行 那你可以進去玩一下 耍一下再出來嘛 對不對 照美國人講法的話 那也是國際海洋法 所保護的合法行為 是啊 對不對 美國常用這一套 對啊 所以就變成問題 你沒有 過去沒有這個能力嘛 那你現在要有這個能力 你才能夠玩這種遊戲 所以我是覺得都在準備 我覺得就是一個 一個準備的工作 等大概就是說 實力到了的話 我想應該是水到渠成吧 對 水到渠成 大陸以前是你來我家底 已經偵查自由航行 我沒有能力呢 去防禦 美國要看任何國家都可以 現在中國大陸有這個底氣的 你來 小心喔 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 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 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菲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 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菲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從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鑰匙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菲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菲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控 請去討論一下 請接著 請到今天 請接著 請看 請接著 請看 請看 許可 請 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